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要到了我们今天晚盘的时间 我是Homley的陈小宇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亚太地区修市的情况 亚太地区修市基本上是涨跌参半 丈夫脚弹的是斯里兰卡、澳大利亚、越南、韩国 跌腹脚弹的是菲律宾、泰国、国企指数、恒生 马来西亚今天基本都属于在震荡的 早盘是震荡横摆 然后在基本上10点以后都是震荡往下的 最后尾湿出现拉升 但是最终的就是被打压下来 那记忆昨天晚上我们的收盘来讲 今天说还要收一个阴线 下跌也是很正常的 但是今天收的这个阴线就略微小了一点 然后跟前边这边相比的话 它没有跌破 它是一个十字 不是一个阴线 并且它没有跌破昨天阳主的一半 这就是一个进步 所以说明天 十字来讲意味着它是一个转盘点 是吧 如果明天转下收阴线 那就是红红之星 对吧 如果明天再收阳线 就是一个早晨之星 但是基于前边的规则来讲 今天的跌幅是收窄了 所以说是多方增强了 空方减弱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趋势和自己的状况 趋势来看还是属于下跌的 今天刚翻青色 然后庄家也明显在减少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马股最终收市的盘面特征 马股最终收盘在1575.38 下跌了2.47 跌幅在0.16 其中实现上升的是614只 下跌的是447只 平盘的是383只 从个股来讲呢 这个下跌是虚假的 因为上涨的股票明显多于上升的股票 从行业来讲 多数行业也在上升 所以这种下跌也是比较虚假的 那这种情况呢 容易在明天或者后天出现上升 然后今天呢 领赚马股的是technology 以及呢 property 今天跌幅较大呢 是consumer healthcare呢 收盈啊 涨了0.55 涨的不是很多 但是比早盘要好一点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information technology 这个行业的话 到了下午之后呢 开始出现不错的上升 并且庄家近几天的话有微幅的上升 昨天翻红之后 今天的这个上行动能的继续增加 今天仗的比较多的 像9393啊 0173啊 0020啊 0169啊 包括0050啊 那关于9393呢 其实昨天就已经是翻红了的 那今天涨了95% 这个涨幅是非常大的 0173呢 今天庄家的明显增仓 并且出现红珠的一个 0020的话 早盘我们有看到 没有翻红啊 0169的话就翻红了 0050呢 今天也大幅增长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Hasker里边的个股 Hasker呢 今天的指数来讲呢 就是在上升 但是它的趋势依然是往下的 庄家也还没有增仓 今天领仗的是 791 017 713 0163 7153 706 大多数还是在下跌的 像0155啊 5168啊 以及7090啊 7148啊 是吧 然后像791的话 今天是不错的 是吧 翻红了 而且庄家是有增仓的 0171呢 也翻红了 但是庄家小幅增仓 713呢 也翻红了 庄家也是增仓的 0163 翻红了 庄家略有增仓 753呢 庄家有增仓 也是翻红了 706就没有翻红啊 这个就比较差一点 然后再看5878 这个基本都没什么起的啊 我们来看一下 像energy跌着比较多波的energy 它在尾尸呢 出现跳水 那蜡烛的变成青色了 然后我们来看 它里边的个股 像758呢 5078 这个还在领仓的 像5115呢 虽然是有庄家介入 但是趋势还是往下的 758呢 基本是类似的 跌的比较多呢 像7251啊 7045啊 5681啊 都跌的比较多 那今天这个情况来讲呢 就是说 Healthcare 它的行 这个盘中的震荡是比较大的 相信很多人呢 是不太适应的 是吧 你看看你的股票 到底有没有中价增仓 有没有出现买入信号 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 就可以发送你的股票代码过来了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影片 对你非常有帮助的话 请帮忙点赞转发给你的股友 让更多人能够及时了解到 行情的最新变化 如果说你想要购买这个软件的话 可以不打我们下面的热线 好了 今天我们的晚盘解析 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